朋友们好 12月18号礼拜一下午17点02分2023年啊 这个最近有一个律师给这个全国这个中国这个最高法的法院院长张军写了一封信公开信啊 张军院长针对贵院建设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 我提出几点意见 您好 我是成都的李小林律师 就贵院办公厅2023年11月21日下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关于建设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的通知 我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旺采纳 我注意到该通知第四点的内容 即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 以下简称文书库 你于2024年1月上线运行 支持全国法院干警 在四级法院专网查询检索裁判文书 也就是说文书库进行专网建设 紧对全国法院系统提供干警 提供查询 针对以上事实 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 第一款就贵院你建设文书库的做法 提出批评和建议 看来你是违宪的 违反宪法的 我认为根据法办 2023551号建设文书库的做法 是不妥当的 首先贵院已建设中国裁判文书网 如再行建设 针对法院系统的文书库 属于劳民伤财 浪费财政资金 毫无疑问 文书库与中国裁判文书网功能 是完全重合的 其次 如贵院再行建设文书库 将制中国裁判文书网 于名存实网 严重影响贵院的诚信 以及司法公开等制度 中国裁判文书网 建立运行至今 已过十余个春秋 截止今日 总访问量 总访问量累计高达 一千亿余次 哦一千多亿次 中国裁判文书网 对于司法公开制度的落实 对于同案同判 司法公正的贯彻 对于司法工作人员的监督 以及对于整个社会 法律认知水平的提高等方面 都具有明显的作用和重要价值 贵院当初为建设中国裁判文书网 先后下发了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站 平台公布的裁判文书的格式要求 及技术处理规范等文件 这些文件金油在 中国裁判文书网 就要先于他们被荒废了吗 或许您会说 我们不会关停中国裁判文书网 那对于法院系统的干警而言 同样的事 重复两次 意义何在 如果不是同样的事 可选择处理 毫无疑问 必然荒废中国裁判文书网 如果中国裁判文书网荒废 那么贵院 关于统一法律 适用加强内案检索 内案啊 同类案件 内案检索的指导意见 如何落实 公诉机关 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的立案 从何内案 从何而来 辩戏法吗 最后 即便有所谓的信息安全问题 文书库 紧对法院系统的干警 专网开放 也是极其伤害 法律共同体感情的 抛开中国裁判文书网 已经运行了十余年的事实不说 就算要实施一定的安全措施 为何不能在现有的中国裁判文书网系统上设置呢 而且退一步而言 就算要另行建立文书库 为何不对公安 检查 监察 纪委 司法行政和律师开放呢 综上 对于贵院建设文书库的举措 提出如下建议 首选 搁置文书库的建设 在现有的 中国裁判文书网 进行权限和群体 等安全措施的设置 次之 即便要建设文书库 也应当将公安 检查 监察 纪委 司法行政和律师 等群体纳入开放范围 而且 两个系统的衔接 应当平缓过渡 此至 最高人民法院李小林律师 2023年12月17日 17时07分 节目 节目 文职 物语